從昨天早上的MAKER 大家就知道說 我們是希望能夠讓更多人一起去創造 其實Open Source 不管是MAKER 或是剛剛講的GDP Open Government 或 Open Data 事情都是有一樣的一些觀點 所以我們今天進到了 就是說 中原原自由燃品主導廠 也是台灣創農CCT 法律計畫主持人 林辰夏 我們來這邊講一場 就是說 到底各位 如果你要拿一些資料 去把資料爬出來等等的 到底在法律上的一些 規範是捨到 我相信這一定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去做創作 我們一定要有東西讓我們來做創作 所以除了我們從Open Source Code 來意作之外 那些資料到底從哪裡來 我相信也是各位很有興趣的議題 所以我們今天的議程 會先開始 然後會留大概一到十分那種時間 然後跟各位去做一些互動 所以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有些問題 也不令直接提出 各位面前都有麥克風 OK 所以說呢 我就廢話不說 我們就請到林辰夏來給我們這個Session 大家好 我是陳辰夏 謝謝Richael的介紹 今天這個題目是 是適分適當的跑網路資料 解決Open Data 人類自己的必要者 那主要會顧欠這個題目是因為在大概過去一年半的時候 不太多從這邊有做 開運收取的法律的一個工作 那其實也在網路上的論壇跟信箱 收到很多關於部分Data資料釋出的問題 那也參加了政府的一些政策營定的一些會議 所以我想說我就就我自己的經驗對法律的認知 來為各位貢獻這場演講 希望可以幫助一些人 避免一些疑慮 那如果你對演講內容後續有些疑問的話 當然歡迎後續透過電話 或是電子郵件來跟我聯絡跟討論 這是我的照片 阿爾朵 我現在站在這裡 那 這個只是提醒自己 我這次簡報製作 希望不要給大家太多的負擔 因為法律通常是一個比較枯燥 比較乏味 或是說需要費心思去瞭解的東西 所以這次簡報的形式我會用一張圖 一些字 一張圖一些字 的貸款方式來為各位講解 好 這是我 不過這是一個伏筆 我們等一下這張圖片還要再出現一次 是用一個比較有趣的方式 好 我在連程下 你也可以叫我入選 那從今年1月1號開始 我同時也就擔任台灣TrumpCC計畫 立場會主持人 好 所以如果我們對TrumpCC的一個使用方式 跟標示的問題有疑問的話 我們可以隨時分享 那過去幾年 我主要是在中原院自由軟體操場 擔任服務部的工作 做法律授權方面的研究 那這邊有我link in the profile 所以 後續大家如果要聯繫我 這邊都可以得到我的資訊 這是一張很漂亮的蜘蛛的圖 我從生命大百科這個網站上面 DOL這個網站上面 去下載這張圖片 它是用機器繡取的 所以很方便可以很自由的使用 也可以用很高解析度的方式來使用 那這張圖只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今天要講的其實就是 Spider Web Cloud 這樣的事情 就是你在網路上 你現在會看到很多 豐富有趣的資料 那有些資料你可能自己看的 可能做參註 可是你可能有體系的 很多的資料 爬下來 你能享受以後 後續使用 那當然我們會有個概念說 網站是別人的價 那它提供這些資料 我後續使用上有沒有一些法律的責任 或者說我應該用什麼樣的描述內容 以後才可以盡量是OK的 所以我用這張圖圍印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圖片 事實上 這張園研究院在深蹤中心 也有一個台灣生命大百科的一個計畫 然後他們固定會把他們所拍攝的圖片 也先從CC提供給這個全球生命大百科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網站 如果大家有興趣 你想多認識一些動食物 或是說你想要抓一些更高解析度的 很漂亮的圖片 其實可以到EOS網站上面去看 好 好 我們今天就是講Spider 那也許你聽過這個說法 就是說 資料 我們做開放資料 應該是要政府 直接 或者說相關研究單位 直接把成績化 技術化 分割的資料提供給出來 那今天如果自己去爬資料 可能是有點像是以正止渴 以正止渴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很渴 那是渴到你去喝毒藥 那最後會把自己毒殺 但是我覺得 倒也不一定 因為現在大家很流行講 自己的XX自己做 自己的資料自己爬 這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講這個題目 看看資料這個大方向 我想全世界各地的政府 都會想要去做 但是現階段你會知道 有一些官僚的習氣 或者是一些政治文化的氛圍 讓它做的可能不是那麼順暢 如果這時候沒有所謂一些民間的力量 或是一些原發的力量去推動它的話 那這件事情是不能隨它取成的 所以我自己也很贊成 那你自己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或是民間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可以透過一個組織化的方式去 讓它更早去實現 所以自己的資料自己爬 那我在這期的DialtronCC的 創業CC電子報其實寫了一篇章文 主要就是跟這個Talk有關 這個我今天在這邊發表 其實也算是一稿多頭 但是這個不是學術論文說 應該是不會被寄 所以如果對這個簡報內容 不是太清楚的話 我們還有一篇文章 就是創業CC電子報第99期 它的題目是網路資料 就是要爬書的法律邊界 跟CCDial的公益釋出 那這個就比較 比較 嚴肅一點 但是它的內容 就是提供的組織是比較豐富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CC電子報的網站上去看 好 一開始我必須要先過題跟大家 講一個概念 其實在過去一年半的影片 只要是Open Data的相關法律的 或是政策的一個演講 我盡量把這個意見傳達出來 給大家知道 Pure Data呢 是不受到財產權的保障 單純的Pure Data Low Data 在各國的這個法律的程式 它都沒有收到所謂的 無體財產權的保障 只要這個Data呢 它是沒有達到電子資料庫的規模 事實上呢 我們法律上 主要是保護電子資料庫 都是資料庫 但是你今天單純集體資料 或是集體資料的一個成績 自動的一個整理的一個效果 或者是一個人工的機械式的 照一些原則的整理效果 這個資料是沒有收到財產權的所保障 這張圖片呢 是一個作者 應該是說 我發覺NASA 竟然有他們的一個 flake的一個account NASA呢 SpaceFly 就是Center 這個地方 他們拍了一個北極機關 非常漂亮 這張照片是受到 都處全保護的 因為你要拍好一張照片 你必須要考慮到它的光 跟你 還有它的藝術層次 那必須要有一個人能長進 那 為什麼說這張照片 收到財產權保護呢 因為我們財產權保護的是 人類的創意 所以你至少要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創意 你才可以收到財產權保護 做罰單會寄到你家 然後會給你一張照片 說 唉唷 我們確實有拍到你喔 那我們拍到你的話 就是你在何年何時 幾月幾日 從哪一點到哪一點 然後你行件距離大概是多少 然後我們測過以後 他就是 OK 那為什麼我說這張圖片 沒有收到做全保護呢 它是機器自動拍攝 只要有 它有一個Sensor在那邊 只要有人操受 它就開始放閃光 照第一張跟照第二張 然後最後被你們 左張照片寄到你家 它沒有人的創意在背後 所以我特別這邊打算 No-rights-deserved 這個其實是一筆資料 它雖然有照片的外觀 可是它並不是我們一般想像 受到做全保護的一個照片 所以這個概念很重要 今天我們承受Open Data 我覺得從上到下 從民間到政府 都應該要有這樣清晰的概念 就是你不應該過張的這個 跑步範圍 無限制的到各樣的素材裡面去 好 所以我們回過來 資料庫呢 跟電子資料庫呢 是受到法律保障的 在歐洲 歐洲議會跟歐盟理事會 第969EC號的一個 Directive指令呢 他們是確定電子資料庫 受法律保障的一個指示 然後在台灣呢 跟美國呢 我們常常在司法判決裡面 把所有的資料庫跟電子資料庫 當成一個編輯著作 一個combination 編輯著作來保護 這個是經過各地的一個 死為的行政函視 跟司法判決來確立的 所以呢 我給大家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資料呢 只是一個紀錄的過程 一頁一頁是一個小規模的 一個puedata low data 或者是一個資料的一個 純粹的一個dataset 它其實是不受到好運保護的 直到呢 你可以像這個櫃子一樣呢 把它成績化 然後你有一個檢索方式 譬如說突出版的一個檢索方式 把它變成的資料庫 這時候它才會收到所謂的 智慧財產權跟一些連接權利的一個保護 我想 搞一個TO 世界貿易組織呢 它這個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 第十條第二項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參照的文本 我們簡稱叫chips 那其實這下面呢 我放了英文的原文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主要呢 中文我做一個翻譯 就是它告訴你說 資料或是文獻 整理以後 如果你可以讓它變成一個編輯著作 那這個編輯著作 是可以收到智慧財產權協定所保護的 就是可以收到 TO Chips 這個協定的一個保護 它會要求各國的立法 必須要保護這樣的一個編輯著作 但是呢 換言假的 其中的這個資料集呢 本身呢 如果不具有人類智慧的創作性的話 是不應該被擴及保護的 這是一個國際協議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上的大理原則的 希望大家可以聊一下 最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樣的圖 我們讓大家看 這是司法院的法學資料 填索系統 它是一個店的資料庫 所以它是受到法律所保障的 在台灣它是被當成一個編輯著作保護的 但是我們知道 披造作權法第九條 其實所有的法律條文都是不受到作權保護 不去著作權保護式的 所以我們給大家可以簡單的概念 某些東西資料是不受到保護的 可是你經過一個編輯的過程有創作性 變成一個電子資料庫 這個電子資料庫是受到保護的 但是裡面的個別資料其實是不受到保護的 所以編輯著作保護的是整個電子資料庫的一個編輯性 那這些法律資料庫呢 這整個資料庫它當然是受到保護的 但是裡面一筆一筆的考慮條文 跟這個談刺 它是不受到保護的 你是可以把裡面的內容抽取出來 做一部分的運用 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那我修哥今天就是不要帶複雜的東西 我們希望透過四十分鐘的一個錯誤 可以讓大家了解到一些基本的原則 然後之後自己可以試用 所以我把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司法判決或是行政函事 整理在這個列表 那你有序趣的人就可以看到這些列表 就是這邊表明說我不是無所憑據 空口說這些話 你會看到這些言訊 接下來我們再看 台北市政府公共的公共運輸處 其實它的作作權聲明 我覺得其實是值得鼓勵 它至少有講到這一點 這點是什麼 上述不得為作權標的 任何人均的自由利用 歡迎各界廣為利用 這是它 我順便也做一些英文單語 就是說 如果在它的網站上面 有哪些素材跟資料 是不受到 本來就不能成為作權標的 任何人都能自由利用 所以我想 這是其實今天我們在看待 在Open Data 或是所謂的Web上面的Data 即網上Data 要有一個基礎概念 不管你是網站服務的提供者 或者是網站資訊的使用者 大家必須要知道 法律的基本原則在這裡 某些資料如果是不受到保護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公開流通的 那這是一個古人 他是禪宗 禪宗封傳以後 第六代的一個 我們說村長 異見領袖 那 他是六祖會 蠻喜歡他做的一些 產點的一個解釋 那他曾經說過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 一個妾子 其實他就是透過這個段話 來得到六祖的一個地位 他說 撲堤本無數 民進五億飛騰 本來五一物何處有塵埃 這是讓人家去瞭解 以後 劍性成果的方式 那簡單來說就是 左邊這張圖是菩提樹 那我們知道 佛陀 是在菩提樹上面 做法得道的 那 所以 後來很多佛教的修行人 因為菩提樹也結菩提子 所以他們會去摘繫 摘繫這個菩提子 變成個念書 但是呢 其實六祖這段話 是告訴我們說 你今天吃摘念頭 其實重要的是 你要解這些佛典的一體 你今天手上拿了一個菩提子 做的一個念書 菩提每天去送 其實你是希望得到心情的平靜 跟了解背後的一個佛力 我覺得我們應該用這種態度來看 Open Data 不是太強調 Open Data 這個Data本身的價值 重點是 你怎麼運用這些Data 來發展一個更好的模式 所以我稍微改寫了這段話 作為另外一個例子 資訊本無體 創意易不喊 本來無掛案 何須真能卡 就是我們今天這個Pure Data Low Data 它本來就是一個沒有分別的東西 其實在它的整理過程裡面 也沒有Creative 也沒有Original Narrative 也沒有創意 本來在法律預設 它就是一個 大家可以自由流通的東西 但是現在很多政府單位的解釋 或是網站加上的解釋 你會強加一個權力 透過一個契約的方式 來拘束別人使用它 這其實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為什麼它不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我們今天談Open Data 主要是希望以後可以進展到 所謂的一個Big Data的世界 我們知道我們越來越多的資訊 在網際網路上服務 如果你可以統合來分析 來利用這些資訊 未來看到的生活會越來越貴的地方 這是一個基礎建設 Open Data 是一個基礎建設 但是如果你因為擁有Data 所以就要強加很多很高的法律限制在上面 那資訊是沒辦法融通的 所以我們期待 越來越便利的生活 這個大目標其實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我特別強調這一點說 其實現在是Open Data 我們應該從一個共識開始 盡量在所謂的法律管控的層次下 把資料怎麼使用 或是資料有法律有的障礙 可以把它降低 那Open Data才有可能真正可以發展 所以這是一個 DBA的一個想像的世界 就是未來資料集跟資料集 資料庫跟資料庫 彼此是可以公開 是可以佈連的 就是你查到這個資料庫的資料 它可以告訴你在另外一個資料庫 凝聚是什麼 所有資料庫 所有的資料庫 其實就是一個知識的一個集合 所以人類的這些資料庫 知識的集合 它可以透過網路這個技術的連結 而變成一個共享 變成一個更大的智慧體 但是我們要知道 如果今天大家沒有很清楚認識說 Open Data 我們必須要 把法律的一個控制面降低的話 那這個層次是不可能真正達到的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們這次演講的重點 公開資料呢 你是可以拿的 但是呢 它有一些遊戲規則 你也必須要去遵守 所以我們在講 公開資料取之有道理 我給大家看一個案例 其實是比較多年前的案例 可是那時候其實還引發很多人的討論 在iPhone上面的市集呢 曾經台北市的公車有一個APP 叫Speed Boss 台北市 然後大台北幾速公車 其實它就是你裝的這個APP 這個APP其實是收貴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收30塊 那你下載這個APP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公車現在進行的狀況 就是你要搭哪一班車 然後查詢一下 你可以告訴你說 你現在在這個點 你要的這班車 大概幾分鐘就不會到 那它曾經是非常發揮的 但是呢 它後來呢 被斷線了 為什麼它後來被斷線了呢 重點是呢 它當初一開始的使用方式呢 其實可以說是 沒有遵照網站的使用條款 沒有遵照網站的使用規則 我們今天在查別人資料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 第一點 你應該要看它的網站的條款 先擺除掉所謂的成文法律面 你應該先看網站架設什麼 我們回來看台北市這個急速公車 其實它那時候是動態呢 即時的呢 一筆一筆去 它會有一個機器人程式 然後一直撈所謂的 台北市交通局的一個網站的資訊 因為那時候會有 他們會有一個公車的一個流線 所以它一直讀一直讀 然後台北市這個公車 這個應該是說 在這裡 這個圖片 再看 台北市這個 其實交通資訊系統呢 他們就發覺說 我們的網站負責力是很高 甚至一般的使用者 上網的網站的時候 他甚至會有LAP 或是讀取不方便的方式 後來才發覺說 原來網友寫了一支APP 這個應用程式會自動 自動呢 automatically的去抓網站的資料 那這其實會造成那個網站 是武器很大的負責 其實去年 在Costcap我分享的題目是 OpenStreetMap的開放截圖 開放截圖是一個 OpenData和OpenSource的專欄 它的程式馬上 OpenSource來提供 它的資料庫是用 OpenData Based License的方式來提供 它歡迎全世界各地的人 拿這個OpenStreetMap的圖資 跟它的程式去使用 但是其實它在使用的導盤 有特別註明說 你今天如果是要 用OpenStreetMap的圖資 跟它的程式去做商業服務的話 它要求你自行加一台伺服器 就是資料你可以自己搬走 程式你可以自己搬走 可是伺服器其實是有價 我們今天上一個Servor提供網路服務 那其實你必須要去租這個機器 你必須要負擔這個頻寬的費用 所以這個如果是商業使用的話 你就不能直接用現在OpenStreetMap 提供給全世界各地的 一般使用者的這個伺服器 你必須要自己去加另外一個伺服器 所以一樣的道理是 我們今天上網站去抓別的資料 你必須要了得到 你這個抓取行為 不能去破壞到它網站的正常的一個運作 不然的話 嚴重的話 你甚至就像是DDOS一樣 一種唯一的供應程式 讓它網站徘徊 所以這點必須要注意到 第一點抓資料 要注意流量跟複雜 那第二個 其實 這是一個非常common的原則 但是就是 讓大家了解是 你其實可以寫一些方式 盡量用自然源的方式 來爬梳別人的資料 我知道很多 可以叫專精資料的一個爬梳者 他們其實都知道 我今天去爬梳資料的時候 我必須要設定一個狀況 就是 如果對方的網站已經負載怎麼樣的話 我可能先暫停 或是過了一個小時 或者是我在深夜 去分析它的網站流量最低的狀況的時候 我才來進行 所以這個其實是契約的層次 因為我們今天提供一個網站 在網路上服務 其實使用者跟提供者 他們就有契約的服務 契約的內容主要就是看網站使用條款 所以今天爬資料 重要的是第一點 你必須要去不要去迫害到這個網站的服務 所以這是第一點提醒的部分 所以像這個例子呢 我們就看到 它可以是 後來他們的處理方式就是 跟Speedbus的作者來做溝通 說你可以申請資訊解決 就是我們可以把一份資料給你 你自己去架伺服器去服你的任務 所以這有點加 Openshipman我們講 你今天如果要做商業服務的話 你必須要自己架伺服器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重點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行政規則的部分 當然有人在維護 我們接下來是要看 你在網路上抓資料 然後把它開放 會不會牽涉到其他合法權利的一個防護網 其實這會 那這是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個問題說 你們這樣一天到晚抓我們的資料 會不會牽涉到國家機密跟個人秘密 我必須說這是一個假議題 今天如果是機密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國家機密保護法 我們有很多的法律 我們甚至還有很多的 國土堡壘法 就是你可能沒有想過的各種法律 國家機密有國家機密保護法 然後個人秘密呢 其實你會看刑法 在後面都有很多妨礙秘密的隊長 所以我們是保護個人的隱私 我們可以保障國家的機密 可是今天大家必須要知道 你能從網路上 只要你不用crack或hack的方式 你能抓到的資料 其實都跟機密有關 今天它是已經放在那裡 所以我說這其實通常是個假議題 大家看到假議題的時候 必須知道怎麼去應對 所以這是假議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 有人會跟妳講說 簽涉到公平交易法 會 確實是簽涉到公平交易法 我們有很多的案例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資訊網站 那你跟它架一個同類型的服務網站 你先考卸它的地方去撈資料 一筆一筆撈下來 放到你自己的網站 如果你經營的是一個商業網站 對方也是一個商業服務網站的話 這是違反公平交易法 有相當的案例 所以這一點必須要注意到 今天不是說 你去抓這些資料 資料沒有假 別人的商業網站 就不收到保護 你今天去別人地方去找一些東西 撈過來放到自己的 其實是違反公平交易法 如果是大規模細想進 長期待在做 這是有案例的 另外一個我們今天主要分享討論的 其實是個人資料保護法 因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在這幾年有大修 增加了它的保護的密度跟程式 但是它的條款的邏輯性 跟整個架構其實不是看不清楚 所以大家其實就會覺得 我會不會違反老子的法律 但是不知道它邊界在哪裡 所以這其實是我接下來 主要來剩下大概20分鐘 要分享給各位 就是分析個人資料保護法 這是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一個 在全國法規資料部的頁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最新的時從 民國101年10月1號來實行 是非常非常新的 那基本上呢 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為各位解釋個資法 我只把它規範成三個重點 那基本上 雖然說它不能涵蓋所有個資法的涵度 但是只要你了解這三個重點 你基本上就可以掌握個人資料保護法 它在表達什麼 第一個 它定義什麼叫個人資料 第二條它有時候 自然的姓名出生延約日 國民身份證明 編號 護照號碼 特徵指紋 婚姻 家庭 教育職業 病例 醫療 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 所以現在要講到的重點 就是如果我們要收集這些個人資料 我們要收集處理跟利用這些個人資料 你就必須要這個當事書面 預先同意 那你必須要在他同意的時候 告訴他 你這些資料 我要怎麼用 我要用多久 我用的範圍跟方式是什麼 你必須很清楚讓他知道 你才可以用 那最重要的呢 你必須同時跟他講說 以後呢 對於這些資料 所以我長有你的個人資料 你可以隨時來跟我查閱 你可以隨時要求更正跟調整 你可以隨時要求 我必須要停止利用 那如果 我的使用已經達到期限 或是使用目的已經不存在了 你可以隨時叫我 必須要刪除這些資料 所以這是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一個重點 我給大家看個一面 就是我們 把狀態智狀中心 在生育園裡面放到時候 要填的一個 生育園字號啊 然後你的地詞啊 你的地區號什麼的 這些其實從頭額額 全部都是個人資料 那為什麼說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重點 來讓各位了解 第一點 必須要跟大家講 個人資料保護法 是規範這些個人資料 你怎麼去收集處理跟理由 重點 其實重點中的重點 你必須要看第一條 它的目的是要保護 人格權 所以今天呢 它這重點是人格權 我們等一下會再講 為什麼重點是人格權 所以 第二個重點是 你必須 資料收集之前 你必須要讓別人書面容易 你必須要告訴他的使用範圍 這樣你才得到 第三點 你必須要告訴他說 我拿了你的資料 可是你隨時可以跟我查閱 更正平時跟相關 這是法律的要求 原則上 就是這三個重點 所以簡單來說 指紋樣子個人資料 你必須要跟人家拿他的指紋之前 你必須要跟他有一個書面的契約 那這個契約 你要透過網路的方式也可以 因為到國內的一個電子資料的一個相關處理程序 你網路的一個頭地 它可以視為值得書面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一個聯絡方式 聯絡方式就是說 讓人家知道說我資料提供給你的 我以後要修改 要跟證要跟你講說 我要你把資料刪除 那你必須要有一個聯絡線項 最重要就是這個 你必須要告訴你說 資料的使用期限戒指 或是說 當個使用人不想再讓你使用他的資料 你就必須要跟他講說 你可以聯絡我 我把你的資料刪掉 其實個人資料網路法要求的 重點就是這三次項 那第二點呢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明一下 個人資料網路法裡面 又分成所謂的一般性資料 跟特殊性資料 各自法第2條有講 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 跟犯罪結局 這些個人資料 你不只是所謂的書面 跟別人同意 你就可以去取得 其實你必須要有更強的 法律的一個要求 你才可以去收集 處理跟利用 就是可能成文法有規定 或是法律受給的行政命令 有規定 你才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那因為 像性生活這種 這是我的貓 對 他是比較隱私的 所以這樣的資料 如果被濫用的話 那其實會侵涉到人格權 我們剛剛講 各自法總要是保護人格權 人格權 就是一個人正常生活 他可以覺得有榮譽感 他覺得不會受到干擾 他覺得他可以抬頭頂胸 開心的過每一天 所以今天如果就是說 收集這些資料 其實對人格權的侵害 風險性非常大 所以這個部分 是要特別保護的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 法律的一個授權的 行政命令的一個法源 或者說 不是法律直接規定的 你是不可以去收集這些 醫療 性生活 基因相關的一個特殊資料 還有 我個人也覺得 政治性的資料也是一樣 我們知道其實在學院之後 行政院的那天驅禮 台北市的警察局 有跟台大醫院 調一些 當天晚上的救診資料 其實如果你了解各自法 你就知道 台北市警局的這個做法 本身就是違法的 你的救診資料 醫療的資 這是必須要很清楚的法律規定 跟法律衝刺受領行政命令 可以去調取的 這是我這兩次貿易場 比較正常的樣子 好 好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說 大家就可能會想說 我剛剛在一直講的各自法 你聽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跟人家拿資料之前 要別人書面同意 那 好像跟我今天講的議題 就是會有點難用的測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是 你怎麼去網路上去抓資料 好 接下來重點其實就是 各自法 反見在各個條文裡面 沒有很體系 但是他其實有告訴你說 已經合法公開的這些資料 其實是有一個折衷機制 三件在各個條文裡面 這個重點就是說 當事人已經自行 對不特定多數人 或是特定多數人揭露了個人資料 或是他已經是依法律 或是法律具體明確授權的法律命令所 公式公告的一些個人資料 不會受到書面預告原則的限制 就是說這時候你不用先跟他先書面的契約 你可以收集這些資料 但是你一樣要進相當一個機制 讓這些資料的相關人 知道他的資料被取用的時候 可以來跟你進行查閱更正 停止利用 還有要求刪除 所以這個其實 所以我一開始說 我們的各自法 它的利益是好 但是它的結構並不是這樣完整 它變得很邏輯性的 讓你閱讀到重要資料 所以以合法公開的資料 即使它是個人資料 你是可以搜尋的 可是你必須要有回報機制 來保護人家的隱私跟人格權 所以我們說一開始 並不是我特別資料那張圖 因為基於人格權的保護 我的簡報裡面 只能犧牲我自己跟我的包包 所以這是我的照片 那大概前三年之後 當時同事幫我慶生的時候 他們就幫我合成的猛男照 那見人見識啊 這個到底有沒有人格權的心態 但是 我自己是覺得還OK 因為我可能沒有辦法練成這樣 所以我自己還蠻享受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人格權的心態 那現在熱高很風行 然後你也幫我合成的跟熱高 但是我覺得大家當中是同事 有時候也不知道 我或者請講 無傷大理 所以我剛才跟大家講 各自法保護的核心價值 是人格權 你先收取別人資料 做一個成全的方式 重點是不要去 用汙辱人的方式 或者是說 去糟蹋別人名譽的方式 所以我們必須知道 手段跟目的 今天各自法 是要保護人格權 但是你不要去 居住在那些條文 你必須知道你的行為 有沒有侵犯到別人格權 就像我們剛才講 六祖禪宗慧難 他指出說 我們必須要 要得月旺子 得於旺權 得月旺子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 你問我月亮在哪裡 我用手指指給你看 可是我的手指不是月亮 重點是月亮 那你今天問我怎麼捕魚 我給你一個捕魚的一個權 放在稀有裡面就可以捕魚 重點是我們要得到魚 所以各自法呢 他主要執行 他的核心價值是 就是保護人格權 而不是在那些 非常疏隆 或者是說煩雜的一個行政規矩 那可能有人認為這樣就是 侵犯人格權 這個是好朋友系列 我個人這樣喜歡 所以像這樣的 利用別人照片的方式 他可能就是有風險 侵犯人格權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一些歷史 所以我們再把剛剛講的這個部分呢 對於各自法的介紹呢 在再過去五層經呢 講述幾個很大的重點 給大家知道 第一個 你今天要在網路上抓資料 第一點你只能去抓所謂的 自行公開或合法公開的資料 在這個層次裡面 你原則上是不會碰觸到別人 隱私群或個人資料的保護 剛剛其實小薇有講到 政治現金這個監察院 十萬槍銀十萬軍 一個良好法案細節 我就不多講 你看到這邊有很多回應 他們說 濫用人 有治安風險 或是說 等政治來做比較好 嗯嗯 好 那 放上網路 他是說 不願意把資料放上網 應該是為了保護各自的敏感資群 但是我必須說 看過各自法 其實 個人資料保護法事情 事實在第13條 講得非常清楚 已經合法公開的個人資料 不限於網路平台 你監察院提供這些 你可以查閱 其實他已經是合法公開的個人資料 這些資料都是一定合法公開的 那 但是你看他們 他們的細則 這是政治現金報告說 查閱許資 他還告訴你說 你這個查閱的資料 不能作為名利 真信 或其他不正當目的之使用 你會覺得 政府提供你的資料 總是要在套上跟靠索 把學資料把你拉回去 可是我們剛才講 資料的基本上在保育一定性 他是不受到財務財產群所保護的 原則上這個資料 不應該過於用行政規則的方式 來限制他的使用程度 我想就是 未來我們國家在推open data 必須要慢慢去理清 慢慢去宣導 讓所有的政府單位都能知道的事情 事實上 照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他去找很多的國內外的專家 去寫open definition 開放知識定義 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很簡單的是 當你的這個資料跟內容 可以抽取出任何一塊 那這一塊都可以讓任何人 自由的使用 自由的重置 在散布的時候 你才有資格 可以稱為所謂的 open data 或是open content 你才有資格 可以叫做開放資料 或開放內容 那你提供者 最大能提供的一個限制 或是利誤性條件 最多只能說 要求說 使用這些資料的時候 必須要告訴人家 來出出 就是寫名聲明 以及要求之後的這個 產出物必須要 share live 相同方式分析 除了這兩個條件以外 都不符合open definition 我覺得這個概念 大家必須要 越來越有共識 我們這方面去發展 open data 才可能真的 在國內開發結果 那 今年大概四五月份的時候 我跟 吳聖大德李正恩教授 跟中學院資訊所的莊平愛老師 寫了一篇文章 是給研討會研討細看 那標題就是開放證書資料的基本原則 跟相關政策立體 那這邊有 他的網站版本 跟他的下載連結 其實就是對剛剛我們講的 open definition 做一個更清楚的一個解釋 所以有興趣是大家可以去看 好 那另外呢 這個IPN是inspired by Whiskey 這是被Whiskey啟發的 就是 我們國家其實有政治資訊公開 他被第六條規定 跟人民權益 優關的這個施政 這個政治資訊 要主動地公開 而且要事實維持 所以其實我覺得公開呼籲 一件事情就是 政府這些資訊呢 有很多東西反正是應公開 如果他公開的這些資訊 本身就是用open data的規格 本身就是用open data的態度 不再去限制你的使用 其實這就是可以做到第一步 我們知道政府有很多資料 很多資料他們很多理由 也許沒法在第一時間看到 但是這些資料其實是過去 10-20年來 本來政府就必須要公開的資料 如果這些資料呢 可以直接先像open data的一個 open data的一個授權模式 或是提供模式來提供的話 對於國內open data的推動 其實是一大助理 因為行政人員會知道 公務員會知道說 基本做法是什麼 那他們先做好這一塊 以後再擴展到更多 就是烏斯坦公開 只是建議公開 他的幅度就會越來越大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你今天在處理別人的個人資料的話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學會去世別話 或者說你有公益的表彰呢 對你本身的法律性簡訊 是可以最低的 這樣子我剛剛喜歡 我就是Google 3D 這個是中原資訊所 這棟建築物其實是中原活動中心 就是我們這是Costcap的第二個會長 大家可以看到說 Google 這個車牌已經做隱私化處理 車牌也是看不清楚的 人臉你也是看不清楚的 因為這個是跟個人也是有關 但是很有趣就是 誒 車牌看不到 為什麼 很有趣喔 我們國家的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40條 第二項第二條 其實告訴你 你車牌如果髒的話 警察是可以臨力開單的 所以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去國外 你很少看到車子 還會這麼的勤勞 在背後把他的車牌放在這邊 那台灣為什麼很多的營業車子都會這樣 因為他們怕被警察開單 因為他可能進出空地 他的車牌會髒 這時候警察會過來說 你車牌髒我開單 所以他們所謂的 直接處理方式就是 我直接在另外一個地方把車牌寫上去 那這個是Google的分析機制呢 他不會知道 因為這是你台灣的一個特有的 一個車牌標示方式 所以我用這張圖示跟各位講 隱私權的保護 你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 每個地方有你每個地方的文化分處理方式 那我們只知道隱私權是需要保護的 但是不能因為隱私權的防護 而什麼事情都不去做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也可以做量化 量化也是可以敘事別化 OK 這樣子我忘了 所以我們今天 今天是WIOWING發生長 這邊其實是有一個野生的小鈴鐺 Sorry 這個就是說 你有時候在路上派一些人 你也不一定知道 有時候他具有保護者 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我們活在一個世界時期 我們有非常多法律原則 這些法律原則 彼此也許會互相衝突 可是我們必須要找他跟補協知道 讓大家繼續往更好地做法 所以這次也是這個簡單的講 我想要跟各位講的是 隱私權保護上是要做的 可是你不可能一開始就做低血獨肉 所以我們必須要是 我們這個方向進發 然後有什麼狀況呢 就是隨時就去調整 那量化也是 這是立法院的一個網站 他其實他有告訴你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也會搜集你這個使用者的資訊 可是他最後只會做一個 所謂的你使用時間 使用ID這些量化的統計 所以具識別化呢 也是一個注意方式 我先講應該只剩下一個分鐘了 對不起 好 那我很後來帶過 大家一定很常常看到這種名字 缺一個字了 他覺得這樣子就已經跑步了對女私 我必須告訴各位 沒有 因為你Google都可以搜尋得到 你試試看你搜尋0.com下 你會不會看到 你會看到 那我只是說這種東西 其實是有點繳往過深的概念 其實我去上保持院的網站 去看我們公務人員的榜單 其實他是提供全名的 我們特別講 德月望子 德權望子 今天個人資料保護法 是要保護人德權 所以今天呢 就算你知道了這個人 叫做洛瑩 洛瑩 你可以去Google search 我有發現 七到八個不同的洛瑩 那基本上 我也知道特別的 這個考上的會是誰 所以其實你今天提供 一般提供全名 你只要沒有提供他的其他資料 其實是不會指稱到這個人 這是沒有妨礙個人之間 所以我們特別強調 任何法律 都有調和公益跟私益的一個道理 這是我在前兩個禮拜 去參加著作選法的一個修法公定會 時間到 可能再爭取一次 三分就要賠嗎 三分就要賠嗎 不好意思 很快 這個非常激烈 一百個人的場子 三百個人坐進去 其實那天我的呼吸都有困難 那為什麼爭議這麼大呢 其實那天主要討論的重點其實是 合理使用 很多人的權利人團體會覺得 作權的修法以後 會讓他們很難去收這個所謂的 音樂的一個授權費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 作權法它保護權利人 但是它也保護使用人 所以一個好的法律 其實是會產生衝突沒有錯 但是我們必須要把它調整到 所以我後來特別強調說 你今天網路發出資料 最好是要有回報機制 這也是符合我們現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一個要求 覆水難收 或表示你不能停止放手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發覺他的資料 人格權是不適合被繼續使用 它可以回報給你 你可以處理 這在法律上面 就有所謂的 可以減緩故意跟過失的一個處理方式 所以這次我最後貢獻給各位 我寫了一個中英對照的一個宣文 基本上你在網路上抓的資料 以後如果要提供出來的話 如果有這樣的宣言 基本上你是符合各自保護的一個要求 你也可以在法律上 相當的去保護自己 你跟別人講 我這些資料的書籍是公開資訊 所以這句話就告訴你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它是可以收集的 而且我還算進行趨勢的地方 如果你個人與資料的呈現有 使用上的資料上的疑惑 你可以透過回報連結 把意見回報給資料的管理者 這也是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 要求說你必須要跟這個使用者 說你可以隨時更正或是請求我相處 這樣簡簡單的話 就可以讓你公開 就是從網路上抓的資料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個法律要求 那接下來 因為時間的限制 我簡簡單的帶過 大家都知道CC 但其實CC在幾年 我們全面創的CC計畫 非常推動這個CC6 CC6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你自己的東西 它有沒有資料保護 但是你提供出去 標上CC6 就告訴人家說 放棄所有的資料 大家可以自由的使用 還有另外一個是PDM PDM就是說 這個作品年代久遠 它已經不受到作權保護了 所以如果你很清楚這個狀況 你也可以幫它飄上去 為什麼我們特別要求這個 我們說過 Open Data需要一個更廣闊的不定 才能栽出一個更大的樹木 或是一個更大的火源 今天如果我們沒有更多的 這些可以公開流通 沒有法律限制的資料 Open Data不可能真正成為一個 新的一個科技或是實在的生活規模 那我們太多的事情是起源誘天 起源誘天 其實就是說 我們擔心這個星星會掉下來 但是這個事情 你等了好幾百萬年 它是沒有發生的 那所以有很多的說法 其實是畫地自限跟物資工 透過Fear Doubt Certainly 來阻礙我們前進 但是這些東西 必須要慢慢理清 我們才能往下面去發展 那這是我看台灣 交通貨公共局的一個資料庫 它其實這個資料呢 不禁止你去轉載 而且不限任何人使用 只有商號或是申請者可以使用 一般你的Visus 不可以使用 那它甚至有一個資料開放說明會 但是我覺得它必須要把開放拿掉 發財合理 它只能叫資料開放說明會 它不能叫資料開放說明會 這是我們目前 國內在推動Open Data 很多的一個通病跟問題 那其實今天台湊創設計計劃 兩天都有在外面買攤 我們有給一些有趣的 Public Domain的一個網站 你可以去了解這些資訊 上面有很多資料是大家所謂的資料科學家 或者說你在做一些Open Data 可以很自由去使用的素材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拜訪一下這個攤位 這份的簡報 你只要在Google Search上面搜尋Open Legal 大會寫寫會提供 但是如果你現在就想要拿到Open Legal 然後你就可以到一個網站 Ctrl F 早今天日記 2014年07而已 你就可以下載到這份簡報 它希望自己去授權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大家可以跟大家做這個問題 就可以再去指教一下 大家跟我們下個嘗試移動 謝謝